这么多年,为什么快船队总是一事无成,一言以蔽之,因为他们真的没种 说哈只敢说一半,一遇到戳折就想着投降输一半 你就这点胆略,有什么资格在NBA争吧 大好的机会拿下哈登,快船这边却因为一个曼恩,拉拉扯扯畏畏缩说 留着曼恩你能争惯吗?以前都不能,现在于老师已经进化完成了,你就更别想了 曼恩一个大龄新秀,现在已经27岁了,还是个防守漏勺 充其量,就是个看得过眼的角色球员 因为一个角色球员,而放弃哈登这样一个顶级指挥官 这就是快船无法城市的根源 前怕狼,后怕虎,心里想着真怪,又怕输得一无所有 可夺冠本来就是一场好赌,赌不起你就没资格上牌桌 看看人家凯尔特人,波尔金基斯说了,霍拉迪说了 这一家防守球员司马特,说放弃就放弃 这一家第六人布洛哥登,说送走就送走 这些哪个是你曼恩能比的 为啥人家绿军是豪门,就因为人家有魄力 胡人也是同理,为了夺冠,多次大拆大剑 赢了会所那魔,输了大不了重头再来 为了冠军,你连赌一把的勇气都没有 这辈子最多就是个爆发户 打打季后赛,卖卖球票周边的小卡拉密 永远无法成事,还有季前赛打决金 人家现任联盟第一人岳老师都亲自过来陪你玩了 你快转可到好,伦纳德乔治又高挂免战牌 就算要轮休,你也可以找一场不那么重要的比赛 打决金,多么好的练兵机会 你们是完全不懂得珍惜 你看看胡人太阳 有机会来场对线詹姆斯杜兰特 两个老头一个比一个卖力 季前赛也让大家感受到了他们争雄的决心 老季福利丧能志在千里 快船的所谓当代乔皮 你们不感到汗颜吗 说真的,就快船这点精神去了 他们还真配不上哈登 登哥真去了 也许只是跳进了另一个大坑 有见于此,热火可能是更好的选择 我们下期见